《增國長坦》中,女人很複雜,但吸引 很小就已經開始覺得女人很複雜 如果你想讓我留下,我就留下了 很多很細微的東西可以令到她們的關係有很多的變化 其實一直都覺得那件事令我很吸引到我的 我恨過你,但我很喜歡你 很羨慕七月同安生可以找到對方 她又不是情人,但她比情人有可能更加了解你 因為我覺得坦誠相對,這麼了解自己的一個人 其實很難可以一起想找到 男性導演拍攝女性題材的電影 她以細緻的角度導出少女心 喜歡你什麼? 我喜歡喜歡你什麼? 我喜歡喜歡你都在一起了 女人的那種第六感 還有對很多很小的事情的那種感情感 是我覺得很感興趣的 一開始盯著她是可以的 但她過去開門,如果一直盯著她後面的話就有點… 我現在要殺她 三十四到,最近六十 開始說去籌備,去想演員的時候 其實監製Peter和Jojo給了一個演員名單我 我一看到其實周冬雨在那個列列裡面,我是很開心 因為我從山楂樹的時候已經很喜歡這個演員 所以我很想跟她合作 然後那時候第一個時間想 都是覺得她應該合作七月 因為大家看周冬雨以前的演員 都是比較溫順一點 單純,很倫家女孩的一個演員 誰知道到安排和她兩位本人 聊天見面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她兩個月轉,相反轉 周冬雨是一個八艷的鬼馬的一個女孩 來,我笑得不被合 其實我一點都不想笑好 我這樣跑 來了 馬思翔和七月很相似 因為她是一個比較… 算是一個很溫暖的家庭長大 從小到大都是比較按部就班 就是跟著家人的計劃走的一個女孩 所以其實七月的角色就很相似 我覺得演員在一個很舒服的狀態下 才可以將一些比較… 可能她不是很想在平時人家面前 表露的一面拿出來 我覺得很多時候演員如果可以做到這一步 其實才會好看 作為導演我的職責是 我盡量令到演員在一個很舒服的狀態下 盡量可以刮到一些他們心底裡面 可能平時未必會想跟別人說的話 或者不想表露的一面 盡量將那些東西刮出來了 姐姐 對不起 沒關係的 我們長大了就會好了 我們都長大了 但絕對沒有變好 我有這麼自在的生活 很容易啊 曾國祥認為 無論男女 每個人都要有改變的勇氣 雖然很多人都是比較遲安 7月 即她會比較追求安穩 或者她不敢改變 但其實我覺得 隨著你成長裡面 你一定有一些時候 你會作出一些比較勇敢的決定 令到你更加遲安身 所以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後來就有個主題 就是想交換人生 這件事 就是希望兩個都有勇氣 去踏出一步 令到自己的人生有改變 總不如說好了 要交換人生吧 我恨過你 但我也吃過你